正常人有幽门螺杆菌吗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 殷菌 西洋市第四医院 消化内壳 副主任医师 首先我们要知道 幽门螺旋杆菌 它是一个病原菌 是一个致病菌 在我们正常的体内 人体内是不应该被检测到的 如果一旦检测到 那我们就称之 这个患者称之为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 但是这里面我们就要明确 是什么是正常人呢 可能大多数情况下 我们所说的正常人 就是一个没有症状 健康的体检人群 现在我们国家细菌的感染率 其实是挺高的 达到了50%到60% 有的地方甚至可以高达70% 所以说很多的病人 其实他就是在正常体检中发现的 并没有临床的表现 所以按这么说的话 正常人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健康人群里面 他也是可以有细菌感染的 但是他并不一定非要有临床表现 大多数都是通过体检 无意中发现的 这种情况下 我们要问一些他的其他病史 来决定是否要根除治疗 你现在 longer可能是没人 那么多数是 我们已经在那个 说明你只要得失望